放一笔財 盡在運通 欢迎大家收看 稳超胜券节目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今天的收盘 那今天的加权指数的话 目前为止 在尾盘的时候 上涨了112点的话 加权指数是收在 所谓的8400 445点 那这个大涨的同时 代表后面的趋势 可能在近期 你看到一个高点 那在下个礼拜 这个大盘应该会小幅度的 来看到一个回档修盛 但是总体的一个趋势 仍然是上涨的 所以说拉回的一个机会的话 也就是让各位 积极布局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的节目 跟各位稍微来做出一个报告 稳超胜券节目的话 每天早上 我们在Winner台的部分的话 时间点的话 是落在早上的11点半到12点 运动财经台的话 有三个节目时段 从早上的一个12点到12点半 包含晚上你所收看到的8点到8点半 凌晨重播的时间 在早上的1点到1点半 我相信这三个节目时段 你都可以利用时间来做出一个观看 那有台非凡系列的 包含所谓的非凡财经台的部分 包含非凡的商业台 还有礼拜六礼拜天的股市周报 跟古海洋帆 这些节目里面的话 都有老师 去担任所谓的解盘的一个嘉宾 那今天那个大盘的话 你要利用开盘八法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出一个研判 那开盘八法告诉我们 今天开出来的盘 它叫做所谓的三高盘 三高大涨气势盘 你要记得 你不要等验证 你要赚得到钱 因为在找盘的时候 他已经跟你讲了这个大盘 每5分钟一盘 尤其落在9.5分 他开出来的盘 就是直接上涨60点 三高站上趋势 这个在我们开盘八法里面讲义 它里面有一篇 非常重要的一篇 来告诉各位 这个三高大涨气势盘 站上所谓的均线三法里面的 一条重要的一个转折趋势 老师今天必须要花长一点点时间 来跟各位来做出个解说 那你之前看到盐老师 跟你秀这张图卡的时候 这个地方形态的话叫做 非典型的低档拇指线 形态方面走一个B型反转的延伸坡 在这个地方遇到所谓的三角收敛 末端的话在9月9号 长虹做推升 那有人认为说老师 这个开盘八法告诉我们三高站上趋势 这个转折出现了 转折出现了到这个坡段的话 这个涨幅应该已经完成了嘛 对没有错 你如果学过老师开盘八法了 你一定很清楚了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 学到老师的开盘八法 我相信我的均线三角里面 也有跟你讲 在低档区啊 你只要看到三低盘 就是这波的一个低点 看到三高盘这个转折啊 进入到所谓的超跌区 进入到所谓的超跌区 超跌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大的一个利润 严老师现在要跟你讲的这张图卡 麻烦你拿笔记抄起来 好我们日后我们会拿来验证 来注意喔今天 今天节目对各位来讲非常重要 那你要记得 这个大盘到底会不会涨 到底会不会涨喔 你要记得喔 严老师说的 近期而言的话 老师之前跟你讲的喔 这个叫均线三法 你只有看到两条线 这个叫短线穿过中线啊 老师已经跟你验证了喔 那现在要验证第三条线 第三条线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区 来达伯拉近 今天收盘有站上 而且开的盘叫做三高盘 好达伯拉远喔 之前出现三高盘在8月19号 三高站上趋势 这个转折500点到这个位置区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间转折已经完成了喔 那今天再开出来盘叫做三高 又站上所谓的长线的一个趋势喔 这个开盘Buffer里面有个密码 也就是说啊 我们会用所谓的Buffer 做出一个涨跌幅的一个测距 那这个密码老师写在 我们会员的传真稿 所以说我的会员啊 今天一定要索取 你的权益 你一定要去索取自己的传真稿 因为传真稿第一行里面 就有所谓的密码 它会告诉你 开盘Buffer里面的一个测幅 那今天也出现了第三个 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的话 它是属于整理形态 老师认为应该回撤的机会会非常大 但是之前跟你讲的这两个窗口 这两个窗口 它是属于怎样 它是属于有支撑的喔 它是属于有支撑的喔 所以说这两个缺口要封闭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老师先跟你预告 目前为止在下个礼拜行前 你应该会先行拉回做这个整理 去测今天的所谓的跳空缺口 那这个所谓的巴法的一个密码 转折的密码 老师跟你讲过 放在我们的传真稿里面 来 就是这份传真稿 来 那今天你认为说 你需要这份传真稿的 老师今天特别开放 开放让各位来索取啦 完全不用钱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直接跟我们助理 我要严老师今天的传真稿 他有说开盘巴法里面三高站站趋势 有一个关键性的密码 好 那我们的会员 就会拿着这份传真稿 来帮各位来做出一个服务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开始要验证几档股票 也就是说我们有几档股票 在今天非常的强势 来先验证第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目前为止底部整理形态 出现的第一支掌停板 但是严老师不希望你去做这个追价 我们要利用拉回 利用拉回来找买点 如果说你去做这个追价的话 我认为你应该抱不住啦 那这档股票早上有接到老师电话的 你应该都有充容的时间 去做出个买进 当你买了之后尾盘拉到涨停板 我相信这个10%有机会落到你的口袋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这支是哪一支啊 老师这支是哪一支啊 之前也有人问老师 老师啊 这档神秘标股到底是哪一档股票啊 老师啊你把它公开好不好 当然好啊 老师非常大方 直接跟你公开咯 好但公开的同时哦 你不见得赚得到钱 我们的会员已经操作两次了 好来一样公开好了来看一下 这档股票就3374的精彩啦 其实在我测标里面都有写啦 底部整理形态完成啦 就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那我们买卖都拿出证据来给你看 3374的精彩 来买了之后直接拉涨停 买了之后持股续报来到第二根涨停 买了之后来看到所谓的创破断的新高 我们买卖一定都会拿证据给你看 尤其是低价股的部分啦 老师要跟你说一句话啦 你要听进去啦 张述麻烦请你放大 张述麻烦请你放大 3374的精彩 公布了两次的操作 我们后面就不会再公布了 那老师我要布局还没有大涨的股票 你能不能提供点线索 来看到这只 2049的上移 注意啦 这个150块钱去买的人啊 到目前为止应该都赚钱啦 那涨停摆165嘛 价差15块 你看到了这个价差就是15块 那后面持续创新高 今天也是涨啦 明天会不会喷出喔 明天会不会喷出喔 你要注意喔 就跟我之前跟各位讲的 来8044的网加 老师啊会不会涨啦 老师啊会不会涨太快 老师我要不要去追一下 不可能啦 两根涨停摆后面应该不会涨了 他真的就涨给你看啊 老师啊 有没有拉回让我早买点 熊师也是一样啊 目前为止你要记得喔 这张股票还是标股喔 来 代号2731的熊师 底部红山兵 持续上涨的同时啊 你要记得啊 看看有没有拉回的一个机会啊 让你要去做出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啊 包含这个代号啊 这个1533的车王店 老师讲很久了啦 车王店第一天买得到啦 第二天可能买不到了 因为他直接掉工啦 那第三天的话你要碰运气啦 有拉回你还可以去买啦 你还可以去买啦 你买了以后还是赚钱啦 因为趋势没有改变啦 这些股票喔 只要趋势没有改变喔 他就会持续的 創一个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新高啦 那今天的话 我们当然要利用点时间来跟各位谈一下 后面会大涨的股票 老师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你今天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 你今天不要客气 你就直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助理 来做出个索取喔 那老师要拜托各位喔 你要养成一个赚大钱的习惯 这习惯的养成啊 来自于你对股票操作的一个获利 只要你每一次不断的不断的 去做出个获利的动作 你自然而然你可以养成一个赚大钱的一个习惯 因为你每次都是赚钱的嘛 但是老师要跟你讲你要赚大钱 有一些股票可以让你赚到大钱 会不会是老师现在要开放的这支标股喔 老师跟你讲机会非常大 因为这张股票题材即将要发酵了喔 我相信你也知道啦 什么叫南车北车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啊 南北车合并 它是一个高速所谓的铁路的一个运输 这个商机的话也就是说 从亚洲一直到所谓的欧洲 从所谓的中国的心脏地段穿过去 往南走到所谓的东南亚 往北走到所谓的欧洲 这个商机真的非常非常大喔 这张股票你真的真的你要注意啦 它有南北车的一个概念 这个是一个新的商机啦 那你看之前的毛利率啊 跟盈利率的表现啊 在第四季啊老师说过了 先跟你讲喔 成长性非常高 那跨业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啊 这个商机也开始在增加 人家的营收在缩减 它的营收在扩增 那你要记得上半年的营收 创同期的新高 啊老师为什么股价在低档区 这个就是所谓走马战 有人在高档区啊 不断的去卖股票 将股价打到最低档 那在这个低档区 你真的不要再看坏了喔 你真的不要再看坏了喔 这档股票有机会喔 帮你做到一个反败为胜喔 好那今天会开放这档股票 叫做南北车概念股 今天看到的节目啦 不要客气 直接打电话进来 好 那我们也没有献名额 打电话进来 直接跟我们助理 来索取这份资料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痛 请用用分猪 吹起听 请用起听没分猪 没分猪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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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老师现在要跟你讲了 今天的所谓的开盘巴法告诉我们 今天这根红棒它叫做三高 三高的红棒在所谓的开盘巴法里面 均线三角里面 这一条叫做长线的一个均线 这个均线只要站上之后的话 老师跟你讲这个地方 巴法里面的一个侧幅就开始产生了 那这边有个关键性的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在我们的传承稿里面 目前为止也在老师的手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巴法里面 只要是开出三高盘 像之前在这个地方8月19号 开出来以后它有个所谓的 波段的一个测幅到满足点 也就是说从这边到这边 这个满足点500点成立了也完成了 那今天再开出来一个叫做三高 站上趋势 这个趋势跟之前的趋势有差别 所以说我们把巴法的一个测幅 写在我们的传承稿里面 那传承稿里面告诉各位 今天你是会员的 你一定要来索取啦 如果说你不是会员的话 你需要这份资料的 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助理 来做出一个索取的一个动作 我相信每个人机会都一样 只要你有需要的 我们今天会提供 完全没有收各位的费用 只要你一通电话进来 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那今天这档股票是底部起涨的第一根涨停板 你没有跟上脚步的没有关系啦 你没有跟上脚步的没有关系 你一样可以等待一个拉回的时候来找买点 因为我们买股票 老师不希望你去追啦 那股价不会说一飞冲天啦 也许在明天有拉回的机会啦 真的啦 那你有老师这个电话打得快的 可能直接就锁掌停了 那这档股票 我们会持续的来跟投资朋友们来做出个验证 那今天这档股票叫做代号6271的同行链 当时候跟各位讲的时候是在底部区啦 这个整理形态完成了嘛 只要你看到整理形态完成的 这些股票那你利用我们的开盘八法跟均线三角 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波段的涨幅啦 所以说老师要跟你讲一个观念 这个整理形态来的判别非常重要 你在所谓的开盘八法里面讲义 包含我们黄金K线的一个 这个黄金阴阳K线里面都找得到这种所谓整理的形态 这整理形态非常重要 当你找到一档股票整理形态是符合要求的 那你一定要在底部部局嘛 那我们买卖都一定讲证据啦 这个叫做短线上面的长虹做推升 这个地方就是绝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短线上面先行做到一个获利入带 每天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资讯 老师都在节目里面顺势的来帮各位公开 每一天的所谓的收盘价 收盘价我们都有讲 那我们也公布了第二次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证据 那看到近期而言 老师不断的在节目里面跟你讲 这张股票在今天啊 一样再创一个波端的新高 那后面还会被涨 你要看到老师的简讯 我们一起来动作 那有人看到这张股票 老师夜城最近好像利多跟利空平传 那不知道是应该要买还是要卖 其实股票买卖 用我们的黄金阴阳K线来做出个判断 当时候在低档区有买点 麻烦你跟上老师的脚步 那一买之后直接拉涨停 低档买 高档区做出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 我相信每一通简讯啊 都能够帮我的会员 杂杂实实的来做到一个获利入带 那当股价从高档修正的同时啊 这个地方反而是各位最佳的一个买点 你不是买在高档区听消息一面 买在高档区结果被套牢了 在低档区停损 我们的操作模式叫顺势操作 低档买往右边走叫做多方格局 当有所谓的左边转到右边的时候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一个所谓的多方回档修正 这个叫做左肩 左肩的形态比较平缓 右肩的形态 它的速度 它的斜度比较高 这个就是所谓的空方走势 但是走到低档区了 老师有提醒你哦 你要站在买方哦 因为连续两根的一个跌停板 我相信投资人忍耐程度很差啦 看到两根跌停板 心里非常害怕 但是我们的均线三绝开盘八法告诉我们 在低档区出现丁止线啊 能不能够买在跌停板 应该有机会啦 那叶程最近开始准备要突破了 股价会回归到所谓的基本面 股价会回归到所谓的营收 有没有机会成长 就像我们之前操作啊 这个3081的联雅是一样的哦 那当然你后面看到的联雅哦 看到三篇消息啦 第一篇消息啊叫联雅营收 连五个月供顶 联雅的营收 联拼六个月的新高 联雅的营收将旺到年底 那你看了这三篇消息 你有没有赚钱 很现实啊 你有没有赚钱 如果有赚钱老师恭喜你 但是目前为止哦 叫做往下修正哦 现在开始要往下修正哦 你要小心哦 老师有事先提醒你哦 老师有事先预告哦 就跟之前在低档区的时候啊 老师就跟你讲啊 这个地方啊 你要找买点啊 因为趋势会讲话 业绩会讲话 筹码面也会讲话 注意咯 我们的黄金印象K线跟你讲 这个地方有买点 买了之后直接拉涨停 这个地方拉回的时候 出现一个平切点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关键性买点 你买在这个点安不安全 你买在拉回的点安不安全 我相信你事后都可以来验证 验证的结果 你是赚钱 落袋为安 你是赚钱持续的 创造你的财富 你是有办法把钱放在口袋的专业投资人 你是跟上 颜老师脚步 你有机会把所谓的张树啊 开始去做出个放大 那底部整理的形态非常多 有所谓的B型反转 有所谓的头肩底形态 有所谓的双底成型 有所谓的圆形底 有所谓的推积的一个 所谓的技术性的一个形态 我相信我在所谓的黄金 阴阳K线里面这本书啊 都写得非常清楚 你要拿到这本书以后 那你再去对照这个整理的形态 两相一对照你就知道了 哪些整理形态 它有机会会来到出生段 拉回的时候找买点 会来到主生段 甚至你可以买到一档股票 它是属于出生 主生到默生 三段你都可以赚钱的 好 那举一档股票 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了 来 4966的腹对 这个是不是底部起涨 应该是啦 这个是不是叫做出生段 你自己判断 为什么它会持续大涨 为什么它一个涨幅会超过10% 三支涨停板就是30% 三根涨停板之后再持续创新高 那你要记得它现在实行库长股 股价有拉回 你要赶快想办法 那股价创新高你不要去追啦 真的不要去追啦 我们也一样嘛 股价逢高党 我们会顺势的去做出个卖出的动作 等拉回我们一样 会带领我们的会员 去做到一个专业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买卖股票非常专业 那我也希望投资朋友们 你们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面 能够走得更加顺遂 最主要你要看得懂大盘 看得懂方向 如果你看不懂大盘 看不懂方向 我说真的 你可能你是赚不到钱的 那我们稳超胜券提醒一下各位 如果说你是老师会员 你应该都很清楚啦 我们每一级会员只能操作三档 每一档股票都有认证码 认证码低买高卖 保证待进待出 颜色停力停损 避开风险 以实际的绩效来告诉人家 我们不会虚伪造假 诚心为本 选股注重基本面 技术面跟所谓的筹码面 来挑选基优的好股票 来帮各位来做出个布局 我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 颜老师愿意帮助每一位投资朋友们 在理财的道路上面 走得更加的顺遂 老师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帮助投资朋友们 让各位养成一个赚大钱的一个习惯 所以今天老师开放 让各位来预约 唯一的一档单股所担的一档标股 那这档股票老师刚刚讲过了 具有南北车概念 这个商机非常大 你要记得 明天这档股票可能会直接上去 有机会不排除 南北车的一个概念 一带一路 在中国大陆目前为止 所有的商机里面 这个商机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你这个机会你真的要把握 我们今天就开放 来 唯一的一天 唯一的一天 没有跟你限制名额 如果说你对老师操作有兴趣的 老师今天给你这个 5再加5再加5 让各位加倍奉还 今天重要资料 打电话进来索取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好 运达头顾 颜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个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 27810909 27810909 电达头顾 颜分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厘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言与风投 积极贷行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熟悉大台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计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电脑局制补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接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算了 加嘴加清漆 谢回啦 谢谢大家